3月20日 林志玲拍摄广告 首次谈到老公与孩子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她身穿红色长型 头发随意管在后面 整个人温柔大放 不得不说 志玲姐姐结婚后 虽然已经48岁 但她的状态却维持得相当好 脸上丝毫看不到正文 据媒体透露 黑泽良平对林志玲非常体贴 为了让她拍摄顺利 黑泽良平特意送我饮料 美食给工作人员非常有心 除此之外 林志玲也提到了儿子的警告 目前小宝贝已经学会走路了 平时林志玲去工作 黑泽良平拿着手机与她通话 儿子在视频中喊妈妈 林志玲听到后心都快融化了 由此可见 林志玲一家三口过得非常幸福 关于林志玲被老公家暴一事 估计都是谣传 黑泽良平曾说过 如果有孩子肯定会更加开心 妄传林志玲在日本过得并不好 因为生不出孩子 还遭到了婆婆的嫌弃 至于为何突然回台生活 除了照顾老母之外 应该还与婆媳有关吧 无论如何 最后也祝林志玲永远幸福吧